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点评当中 要跟各位来谈谈的是 美国国防部长的任命 这跟中国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关系还很大 那大在哪呢 听我道来 那当然我想第一时间 大家这两天都有看到 这个新闻讲这个拜登 已经任命了他内阁当中的 国防部长 这国防部长叫奥斯丁 奥斯丁本身是一个 这个美国的四星上将 四星上将军人出身 陆战队 在美国空降师待过 三地师待过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职业军人 那个历练非常完整 什么排长 连长 营长 旅长 师长 什么司令 一路坐上来 他卸任的时候呢 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在四星上将 在任内就退休了 他退休之后四年 退了过四年 突然之间在此时此刻 拜登把他找来了 说奥斯丁你来接国防部长 当然实际上 我们回头去看 在这个 很早了 大概在一年多前 拜登决定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在经文点评当中 都跟大家讲过 这个未来的两号大热门嘛 一个国务卿 一个国防部长 对不对 国务卿是布林肯 被我们算到了嘛 对不对 其实不是算到 大家都在说布林肯 布林肯 后来就布林肯接了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弗洛诺伊 我们曾经讲到的 第一个美国可能成为国防部长的女性 弗洛诺伊 那弗洛诺伊呢 基本上呢 她非常的历练 很完整 虽然她是个女性 她甚至在欧巴马政府任内 担任过副国防部长 而且欧巴马非常器重她 因为一直以来呢 弗洛诺伊本身的学经历 各方面的历练啊 非常的完整 那后来呢进入这个 等于是政界 平步青云 一直往上爬 那然后呢 在这个欧巴马任内的时候 也当过这个 算是副国务卿的角色 后来当了副国务 副的国防部长 没办法 今天中午呢 这个参加了一个节目录制啊 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那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呢 这个12月24号的快乐生活家 也是我们Channel33的节目啊 大家要来看看啊 我跟豆蓉受邀在那边吃圣诞大餐 这个实在是一个好节目 千万不要错过啊 那回头继续讲话题啊 所以人家说这个录影前啊 这个都不能吃太饱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好好好 不要想不要想 刚刚吃了太多了 好继续讲这个弗洛诺伊 弗洛诺伊实际上啊 这一年来 大家都说就是他 就是他 甚至哦 甚至在前两天 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右派啊 民主党是比较偏左的啊 共和党就是特朗普这边是右的啊 全部的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说弗洛诺伊啊 要接国防部长了 甚至连国会当中啊 共和党的这些 这些国会员啊 大家还在构思啊 我们怎么支持这个任命案 送到我们国会的时候啊 我们要让他过 让弗洛诺伊呢 这个在拜登提名之后 顺利当选 美国国防部长 这个是不是有点反常 你想想看 理论上 他是民主党提名的 国防部长候选人 共和党高兴了什么啊 对不对 那些右派的人士 他们高兴什么啊 这个好像跟 这个跟你们共和党 跟右边的没关系嘛 为什么大家高兴 听我道来啊 在前一阵子 刚刚啊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 就是明年的国防预算 这国防预算就通过了 在这国防预算当中呢 编列了7000多亿 这个7000多亿啊 编列出去 给这个美军 在2021年要用的钱 那这个时间点呢 讲回来 当然是因为选举钱嘛 但是你预算编列要编 这个7000多亿啊 有多少做一个比喻啊 美国大概7000多亿 全世界军费排第一 那第二名我们不要管谁啊 一直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加到第二十名的总和 第二名到第二十名的总和 加起来没有美国一家多 你就知道美国一年的军费 有多少 7000亿美金啊 有的国家 整年的财政预算 都没有7000亿啊 对不对 新西兰的一年的财政预算 才1000多亿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7000多亿有多大 当然呢 这个国会给钱啊 还有但说有个国防授权法案 说你这个7000多亿要做什么啊 我国会啊 不是光给钱 我还要指派 你要有个大方向嘛 在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 就讲得非常的明确 要在2021年啊 就明年啊 建立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威力的威 震慑的慑计划 在2021年啊 要去执行 在太平洋 太平洋那么大 放眼一看 能威慑谁呢 没错嘛 大家都知道 中国嘛 中国啊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整本啊 好几千页啊 好几千页啊 它不是两张纸啊 给你7000亿 不是两张 它里面讲得很细 对不对 光是讲这个 太平洋震慑计划 大概有一千页啊 就在讲 当然这个 这个7000多亿里面啊 这个尤其太平洋震慑计划 它不单单只是拨钱 给太平洋的什么舰队啊 什么印太战司令部啊 不是光是边拨钱 买飞机 什么F35 再多造计收船 还有最重要 要做到整个在地缘政治当中啊 这些国家 你要去去帮忙嘛 你要钱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叫整个就是军工产业的支持 对于这些军工产业啊 在国防预算里面可能比如说给一些 专门做飞机啊 军舰的这个公司啊 一些帮助 让他们能够至少不要倒 你要稳定供货啊 对不对 武器很重要 所以这整个看得出来呢 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预算是在特朗普任内编的 这个7000多亿呢 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平洋政策计划 针对的就是中国 好 那钱有了 对不对 局也摆开了 太平洋政策啦 因为原定特朗普以为他笃定当选嘛 对不对 如果要对付中国在军事上 要钱啊 对不对 没钱办不了事啊 所以要国防预算编多点 好 编了7000亿 给了给了 拿了 来了 好 那可是没想到输了吗 输了以后现在啊 这个预算还是要执行啊 好 那拜登会不会去执行2021年 太平洋这个政策计划呢 对不对 就威慑 整个威慑到中国啊 所以呢 那时候的大热门呢 弗洛伊德啊 为什么那么受到 共和党跟右派的欢迎 因为弗洛伊德啊 他在过去 在欧巴马政府任内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大家知道吧 叙利亚 这个反抗军跟叙利亚的军政府 阿塞德这边对不对 一边有俄罗斯撑腰这边 后来美国支持反抗军 当时啊 在这个当中啊 美国要不要介入 叙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 其实在白宫讨论的层级啊 像当时拜登是副总统 什么这些国防部长 副部长什么 全部都在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是非常的坚持 必须啊 在这个叙利亚 用兵啊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弗洛诺伊 弗洛诺伊 他是主战派 他是非常的主战派哦 当然呢 欧巴马总统嘛 最后下定决 就下决定的是他 他就说 好 听弗洛诺伊的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拜登就有点忧郁了 没办法 总统说的算 就 就介入了叙利亚战争 但是 从记录上来看 这个 当然打得乱七八糟 那个到现在都还没解决 那就不管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他的个性就是 凡事啊 用军事方式解决 所以前两个月啊 弗洛诺伊啊 弗洛诺伊跑去参加一个这个 算智库的演讲 他讲的里面有一句最震撼 72小时 歼灭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舰队 72小时哦 南海舰队啊 中国南海舰队 我们不要讲东海什么那些过去啊 光南海舰队 120多艘 大小军舰 包含一艘航母 还什么飞弹 飞弹驱逐舰什么什么 补给舰一大堆 100多艘 他说72小时 美国要有能力啊 歼灭中国在南海的舰队 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哦 对不对 那前提就是什么 大把的钱啊 大量的军事装备啊 到南海来 你才有办法这样做嘛 对不对 所以哦 他是一种最受军工企业欢迎的国防部长 你想想看 你们家如果今天卖飞弹 卖战斗机 卖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那个的 跟只要跟战争有关的 哎 这种人当国防部长 咱们不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啊 对不对 这边前面批评打 我们后面批评卖 政府批评跟我们买 对不对 因为美国这个军工啊 都是民间的啊 很少有这个国企啊 他们都是这个民间的 所以如果照这样 拜登又照大家的估算 任命了弗洛诺伊 弗洛诺伊 那这个中美打仗啊 那肯定啊 非打不可不打都很难啊 对不对 美国不断的加重 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中国也紧张啊 中国也在说 那我也加加加大 到最后一触即发 后果难以设想 就像当年的中东啊 那美国当初去说是说 我反恐战争啊 我两三下 你911我去收拾你们 我就回家 各位看看 911到现在多久 美国走得了吗 走不了啊 现在里面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时候 跌破大家眼镜 他去找了一个 退伍的将军 四星上将虽然 但是呢 这个人啊 我们刚刚讲 奥斯丁啊 他本身西点军校毕业 非常的优异 对不对 在任内的时候 他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 但他做事的风格呢 非常的谨慎 就是他永远不会 怎么讲 默默的做事 不会公高正主行的 就是说还没做多少 已经吹得满天飞 当然奥斯丁上任之后 他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会不会继续延续 2021年太平洋 威慑计划呢 收拾休息 我们待会继续 敬畏点评 一会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 敬畏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敬畏 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任命案 这个奥斯丁 成为美国下一届的国防部长 这个当然现在 还要经过国会的通过 因为美国比较 有一个这个规定 因为美国建国之初 在1776年建国的时候 当时这些开国元勋 像什么富兰克林 这些人 他们在费城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很担心 美利坚合众国呢 变成一个帝国 因为他们都被帝国迫害过嘛 对不对 跑到这个新大陆来 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 要限制两个最有权利的 对不对 人跟机构 让他们削权 一个叫总统 所以美国总统我们讲过吗 只能管两个 外交军事 其他的那种都各州治理 跟总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各位看那个新冠疫情救灾 都是听州长的 不是听总统的 对不对 那第二呢 军人 军人手上有枪 虽然宪法修正案第二条 赋予人民配枪 是为了要推翻万一 政府 对不对 那个霸权嘛 不公正 那人民有武力 推翻政府 那军人有枪 但军人万一啊 军人干政 对不对 威胁文人政府 对不对 不然我军事政变 我把你抓起来 关起来 对不对 说你叛国 因为我有枪 我有战车什么 我包围总统府 包围白宫 那不就造反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想 怎么削弱军人的权利 不给枪不可能 不买武器不可能 怎么办 国防部长一定要文人干 对不对 军人听文人部长指挥 军人对国家效忠 没错了 对不对 但军人要对文人部长 听文人部长来指挥 那文人部长谁任命 总统任命 就是有一种牵制 好 那这个历史啊 这样一走啊 美国两百多年来 就是这样 但有破例啊 两次 之前有两次 后来修了一个法 就叫旋转门条款 旋转门条款 说万一你真的是一个将军 你是军人 你要回来当国防部长 可不可以 可以 要七年 你要离任哦 离任七年 七年代表什么呢 你的人脉都断光了 该退的都退了 你的子弟兵都没了 你回去干国防部长 对不对 你不会坑枪一气啊 对不对 那么大家一起来乱搞 七年 那但是历史上有两个人啊 是没有七年就被任命的 那当然一个呢 就是当年二战后的马歇尔 那他很有名嘛 当时 但因为你要 七年内任用 要通过国会啊 他是当时历史背景啊 什么 好 马歇尔是第一个破例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疯狗 对不对 疯狗啊 大家这个疯狗 他其实上就是 他的名字叫做马提斯 对不对 马提斯当年也是将军哦 被任命的时候啊 也就是特朗普任命他的时候 也是没满七年 也是经过国会特别通过 那这一次的奥斯丁呢 也有这个问题 也是因为他才四年嘛 那国会应该要特别讨论投票 才能通过 否则的话要退回去啊 你要另外再选人 那当然这个奥斯丁啊 他现在上来就是当时是为了防止这个 军人干政 但奥斯丁啊 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他做事的风格啊 怎么讲 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 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不是要撤兵吗 欧巴马一上任就说 我们要从伊拉克跟阿富汗啊 撤兵 要撤兵啊 这个撤兵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而且你一撤要撤五万人 要把五万个士兵啊 叫大家结甲归田 或者调回原单位 离开战场 这个所有的装备 怎么带走 哪一些留下 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整个规划呢 当时就有啊 奥斯丁 他是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来负责这件事 中央司令部啊 大家一听 那一定很大嘛 中央嘛 什么我们常说中央政府 党中央 但这个美国那个central啊 这个中央的概念 中央司令部啊 指的是中东跟中亚 他是用世界啊 来看中央 他认为中亚跟中东 是中央啊 中央司令部 所以人家说 这个奥斯丁啊 管的中央司令部是哪里 中东 好 所以就看得出来呢 这个拜登啊 知道 现在他上任之后 第一优先的是 疫情嘛 对不对 第二 经济嘛 对不对 第三 种族矛盾嘛 好了 第四 才轮到 去跟中国搞矛盾嘛 那这前三件事情啊 他要是搞不定 他这个总统啊 绝对四年干完就被人家骂死啊 那他该怎么办 如果现在用佛洛诺伊当了国防部长 这个一上来之后呢 他会喧兵夺主 跟中国的问题呢 就排第一了 什么疫情那些通通被挤压 现在拜登想做的是 先把美国救活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种族矛盾 好 那在这时候给他时间 对不对 拜登需要的是时间 如果现在呢 你还去跟中国搞矛盾 那不是至少麻烦 现在唯一的办法 放缓 对不对 放慢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奥斯丁的上任啊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 拜登希望跟中国 在军事的紧张上降温 对不对 我挑了一个中东问题专家 为什么啊 各位注意到啊 前两天 伊朗的科学家 在回 不是科学家 应该核弹的 这个总指挥啊 回家的 应该在渡家里附近啊 路上 他还有十几个保镖哦 还被那个以色列 应该是以色列啊 给杀了 因为 各位在这个命案啊 这个刺杀发生之前啊 蓬佩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刚刚去以色列 时间点太巧合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东西不能打电话 发微信 说告诉你 我要把那家伙给干掉 对不对 一定是当面 跟蓬佩奥说 我们要行动了 蓬佩奥说 坐 对不对 请示老大 老大说 坐 就坐了 对不对 才会有行动 以色列也要 看美国脸色 因为这个杀下去啊 实际上不是 阻止 伊朗的核研发 是激怒伊朗啊 加速生产核武器 各位想想看 伊朗现在有多生气 对不对 之前杀了我一个将军 这一次呢 又杀了我这个 研究核弹的科学家 我不搞核弹跟你拼 对不对 其实实际上是让 中东地区的 紧张气氛啊 拉到了最高点 那现在该怎么办 该找一个懂事的来啊 对不对 所以任命奥斯汀 干嘛 在中东问题上 他在战场看多了啦 对不对 就像当初 那时候欧巴马要撤兵 说从伊拉克 叙利亚撤兵的时候 那个弗洛诺伊啊 他反对啊 他说绝对不能撤 我们一定要在中东 怎么样怎么样 用一种极大的震慑力 去打中东这个牌 但当时呢 欧巴马当然后来下令 但奥斯汀做得很漂亮 听说的 拜登啊 就发现 这个虽然是非洲一的将军 但他做事呢 能力很强 因为美国啊 你说种族平等 可是说真的 你看美国高阶降临 百分之九十三吧 全部是白人 剩下的七哦 包含了 就有色人种啊 大概占七百分之 所以你想一个 一个非洲一的美国人 能进入西点军校 然后从这个小关 那个什么排长连长 一直爬到四星上将 最后今天担任国防部长 那真是一路来的努力啊 那态度很端正嘛 对不对 一直努力努力 爬到了今天 那但是看得出来 这整个大局啊 绝对 这个军工这些体系 会不高兴了 这没什么生意了嘛 对不对 你这个七千亿拿下来 可能都花在一些 有的没有的地方 对不对 不会去啊 买很多先进武器 那我们赚什么呢 对不对 这些都是 一个一个矛盾的地方 这个能不能任命通过 可能就在这里啊 现在军工体系 搞不好去国会游说 千万不得让他过 过了咱们都没饭吃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现在就讲 弗洛诺伊 还有没有翻牌的机会 或许还搞不好真有 对不对 也真有 这时候拜登可能又屈服 各方面的那种角力之后 为了平衡 也有可能 但是看得出来 拜登心里面 想的是跟中国啊 咱们啊 缓一缓吧 对不对 给我一点时间 我先回去 把那个生病的问题 疫苗的问题 一样一样去解决啊 对不对 经济复苏 种族矛盾降低 跟中国以后再说吧 因为毕竟来讲呢 特朗普跟拜登相比 拜登更加的懂得什么叫政治家 怎么样用一种比较柔软的手段 去解决问题 所以从美国的内阁任命当中呢 至少预估2021年呢 展望中美的关系呢 可能会有贸易谈判 中美领导人会见面 但是中美发生战争的概率呢 我认为现在大概只剩下个位数 百分比啊 大概剩下个位数的概念啊 那很低啊 如果没有下去 弗洛诺一上来啊 百分之八十 就八字都有一撇了啦 那真的是太危险了 对不对 因为战争倒霉的永远是什么 是人民啊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各位啊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节目 对不对 当然最重要在下方留言 回顾一下2020年 你对2020年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一句话 展望2021年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